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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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左邊 左邊拍了 好 右邊 中間 中間 麻煩你 好 好 左邊 左邊 好 左邊 左邊 好 好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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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開始了好嗎 民建聯今天由我 郭佩帆議員 和九龍西的當選人鄭詠順 第二次見財政司司長 就著預算案的一些實惠保留的措施 我們提出我們的意見 阿信 我們已經問過秘書處 他可以用咪兜跟大家說話 所以這個先跟大家說清楚 免得有甚麼誤會 民建聯 一直都是用這個分享成果不足 去形容這份預算案 所以我們今天見財爺的時候 我們再重新提出四點的方案 第一個就是代繳公屋租金 第二個是電費的津貼 第三個就是減免年輕學生的學債 最後一個我們就是希望財爺透過關愛基金 為一些低收入的人士提供津貼 如果財爺認為我們之前 頭三個方案不行的話 我們很希望它能夠透過關愛基金 落實、著實地去幫一些低收入的人士 我們明白以往關愛基金 是有一些叫做M無的計劃 但是如果政府是透過關愛基金去支援 一些低收入的人士的話 應該是跟現在這個M無計劃區分起來 用這個關愛基金作為一個平台 用越簡單、越快捷的方法 去為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 這個是最好的辦法 因為我們都聽到有不少的市民說 如果要用現在關愛基金的模式去申請這些津貼的話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是非常之繁複 他們覺得對他們來說不是受惠於這個預算案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是分享經濟成果 應該是有這樣的權利的 如果你透過一個很複雜的手續程序去做的話 他們覺得對他們來說是不公道 所以我們剛才在建財夜的時候 提了上述四個觀點 我就請郭佩帆議員再補充一下 看看他另外有甚麼說法 然後再請鄭明君 我們今天建財夜 我都反映了這段時間 我們在街頭和社區 事實都是收到很多基層市民的反映 覺得不公道 因為說明分享經濟成果 但是當政府有大量財政言語的時候 他們就是分享不到 所以我們今天提出的建議 其實都是可操作的建議 明白到政府有想過 譬如電費這樣 就說因為環保的原因 就擔心 就說如果有了電費津貼的話 就會影響到環保市民大量用電 我亦都將這個說法 我和財爺都有講到 就是很多基層的市民 其實都是很省電的 以我們在公共屋村服務 其實很多長者和基層的市民 無論有沒有電費津貼 他們都不會大量使用電器 我亦都問過一些環保的組織 他們都會覺得 亦都未看得到 說真的有電費津貼 是會大量增加使用電量 當然我沒有實際的數據在手 但我希望財爺認真些去想一想這個方案 因為這個是簡單操作 以前亦都做過 亦都可以令到很多基層市民 都可以受惠到的一個方案 那公屋免租 亦都是以往都做過 亦都很多基層市民都可以受惠 那當然就有多重福利的問題 政府我覺得 亦都在操作上面 行政上面 其實是可以解決的 那當然如果去到最後 政府都不做的話 那用關外基金 我亦都講了給財爺聽 就是剛才陳克勤議員所講的 我們收到很多地區的市民都會覺得 如果你要我們去申請的話 就是他們就會很不開心 又或者如果申請手續很繁複的話 亦都會令到他們拿不到 那所以呢 就是怎樣可以簡化了程序 有這麼簡單 有這麼簡單 令到市民可以盡快可以 拿到這些津貼 才是最重要 那這些觀點 我們其實也都跟材爺分享了 好 或者鄭詠信講講 他在這段時間裏面 都聽到深水埗一帶 一些基層市民 他們一些的聲音 特別是對財政預算案的 加碼措施 他們有些甚麼意見 好啊 那麼多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 首先呢 就很想要借這個機會 是衷心感謝九龍西區 在上個星期日投票的支持我的市民 那麼我也都盡快 履行我的競選承諾 今天就以一個當成的身份 透過我們民建聯 約見財政司司長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都聽到 在很多市民我來說 對於財政預算案 是有很多的地方 覺得是做得不夠足夠的 特別是輔助基層方面 還有很多地方 是應該是值得再跟進的 所以今天我們 作為我第一次 第一日上任 可以跟財爺 談關於財政預算案 我覺得是十分之有迫切性 和有需要性的 就著剛才 兩位的立法會議員 都有講到 關於我們民建聯的建議 我就不多再補充了 但我自己就特別 是提出了五點的 因為這五點都是我過去 在個競選的過程裏面 聽到很多市民 很多街坊跟我講 你看到財爺 一定要追他這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關於 在九龍西區 有很多舊樓 很多劏房 面對租金的壓力 都是很大的 所以他很希望 就是財爺 譬如如果輪候 超過三年公屋的 住在劏房戶 都可以有個租金津貼給他 所以剛才我都向財營 反映了一點 另外 我們都有很多的公屋戶 在九龍西區 不論是不同的屋邨 覺得他這次 都沒有免租一個月 都是感到可惜的 因為其實這次 有很多的持份者 包括了一些 剛剛退休的人士 包括了一些低收入的家庭 或者沒有收入的人士 都是這次未能夠受惠的 所以公屋的補貼 可能是其中一個 可以幫到他們的措施 第三就是醫療券 我自己過去積極去爭取醫療券 因為我自己認同 醫療券是非常好的 對於長者來說 可以幫到他們 減輕他們的醫療壓力 但是對於今次 在財政預算案 只是加一千元 一次性 我覺得是失望的 我自己也跟財爺說 希望行上每一年都可以加一千元 或者一次住資三千元 我都有特別提出的 第四就是關於學生貸款 我們都面對 我們知道很多年青人 他剛剛畢業的時候 都面對有很大的還款壓力 我都多次跟阿翠來講 希望我們多一點的政策 可以幫到我們的年青人 可以減輕他畢業的時候 財政的負擔 最後就是剛才郭議員 都有講到關外基金的部分 我自己作為深水埗的區議員 過去多年 我都頗為清楚關外基金的運作 都知道關外基金 事實上是可以幫到 不少基層的市民 但是有時候 那個手續也都比較繁複 如果他們今次 就是財爺 是考慮使用關外基金 去做一些支援 我們都建議 應該要盡量重減 一些簡化的程序 不要太複雜 讓到有需要的市民 都比較容易一些 是可以去做這個申請的 這幾點是我的補充 好 或者看看大家 有沒有些甚麼問題 財爺對你們那個建議的反應 因為你們剛才都講到 如果頭三項不行 希望去第四項都行 是不是就是 說到頭三項 你們都打你不輸數呢 還有那個安務人士那裏 你們心目中 有沒有些甚麼定義 因為現在好像坊間 都有不同的說法 那定義上會是怎樣 我想財爺在這段時間裏面 都聽得很清楚 社會對預算案 有不同的訴求的 至於怎樣去做呢 就交由他去決定 我們就把我們的訊息 講得非常之清楚 也都認為我們的方案 是切實可行 而且簡單 有針對性的 我們沒有就住那個低收入人士 是有一個劃線在這裏 但是我們希望 即是現在這個保留的措施 是能夠將所有 在這次預算案裏面 沒有受惠的市民 都能夠納入去 而關愛基金的做法 正如我剛才所講 應該是跟以往 申請 M無津貼 那個模式 分開出來 用一個新的方法 用最簡單的便捷的手續 讓一些沒有受惠預算案的低收入人士 都能夠得到這些這樣的津貼 誧号 這樣說法 是用力有的管理 除非惠 Orth верс voters 買慮法 資產版本 and the public housing rental waiver is all have been done before so to the government the procedure is already there and it will be more easy and more practical for government to do it immediately so we need some solution that can be done immediately and is practical so what we suggest to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s something that is practical and easy to achieve about the grant loan do you mean waiving it completely for students because in a Chinese version we are talking about $20,000 of limitation it's written in a DAB proposal to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earlier for each student for sealing as a sealing each student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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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可能就未能夠分享到現在經濟的成果 所以不能夠因為裁夜接不接納我們某一兩點的方案 去全面否定這個預算案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預算案整體來說 都是對於投資未來的經濟是有效的 但是只不過在中低收入人士的支援上面是做得不夠 那派錢方面有沒有特別招求直接派錢 我想你會看到譬如說即使是在泛民的政黨裏面 他們對於全面派錢都有不同的意見 我也都看到在社會上面對於全面派錢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大家有一個一致的意見就是對於低收入的人士 他們是要分享這個經濟的成果 所以透過關愛基金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去給一些津貼這些低收入人士 我們覺得這個方向是值得支持的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Zhang As a judicial review has been filed against your candidacy this morning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Would you worry your candidacy may be stripped off? And do you think it could be described as a refresh on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Because you know just yesterday JR has filed against our lockdown Yeah yeah we really respect everybody have their choices to make their decision including their JR But the SDAB members and me I'm definitely supporting one country's true system So this is definitely the answers Now Mr Professor So this is the question Can you consider 你會否願意發生 可能是否有和諧法 都要求法庭領令取消你宣誓就任何司法 好 剛才都有說到 我們尊重任何人做出他們的跟蹤或司法跟蹤 如果有任何的疑問 不過我自己本身作為民建聯的成員 我自己本身都是一向支持一國兩制 講文治講 好 多謝 多謝 您覺得是一個報復嗎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